我们现在补充一下两个问题 主要要谈的是 由于剂量的发展 大家也比赛模型的复杂度 从而呢 很糟糕 废一个原始的问题 那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稍微先说一下 实际上现在很多 有一些文章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它证明螃蟹的听节器官 确实在腿上 它是这样证明的 一只正常的螃蟹 你喊它 它会跑 然后呢 把螃蟹的腿强步切掉 你再去骚扰它 它不跑 因此它认为 螃蟹的听节器官在腿上 那现实中很多 实际上的做法 跟这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就不想说太多了 以免得罪太多的人 那下面我们想说的一个 是这个 那因为这一个实际上是我做一篇文章的副产品 我曾经说过花了一定的时间来写伎量 然后呢 本来想轰轰烈烈的做一下这个实证研究 结果呢 发现了金融理论呢 有些问题 像CAPM 然后呢 倒退到MM定理 MM命题 那我们这边的一篇文章呢 是 讲这个套器宝质的 实际上是我在这个 整个思考过程中的一个 小小的 一个一个 比较小方面的一个应用而已 还不是我原来思考 整个理论的一个大框架 那这边呢 就是发现了我们衍生品 实际上跟现后呢 有个定价关系 至少要满足五套的耶稣 那这边说的是 其后市场的一个套器宝质 那我这边呢 就稍微总结一下吧 以前呢 大家认为说套器宝质的话呢 比例应该想一 因为呢 大家认为说 其后跟现后的话 同涨同跌 那这个 实际上是大家种良好兴旺 良好愿望 后来呢 发展出了这个 现代风险管理一些概念 最小方差套宝比例 那用的最小方差套宝比例的话呢 大家在股计的时候的话呢 就 直接把OS OLS用上去了 实际上这用上去 然后带来了好多问题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 套器宝质呢 实际上是那个 实际上是那个 有条件的劫策 不是 无条件的决策 是无条件的决策 是无条件的决策 是无条件的估计量 再来的话引路的就是一个 很错误的方法 就是数据量不够 就采用联系合约 那这也违背了我们套器宝质的一个原则 我们套器宝质是某个线 某个期货合约跟现后的一个组合 不是我们用的是联系合约 联系合约的话呢 会带来很多问题 联系合约只是解决的这个样本量的问题 但是呢那根本跟金融问题是两个问题 所以在OLEDX基础上呢 早先的扩展是什么GATCH 或者什么考虑什么学整 考虑什么这个误差修正 那最近的扩展的话呢 更是吓人 我们可以看到 像在这边 我简单搜索了一下 简单搜索一下 像这边的话呢 大家看得到 刚才说的是GATCH那些东西 那现在来扩展到什么呢 什么这个高频数据 然后呢这个分位数 然后呢这个这个非参数方法 然后呢这个这个GCOPULAR的什么 分位数等等等等 实际上呢这些扩展呢 都是都是走向这个 错误 没有回到问题的本身 我们呢回到问题本身来看一下 它是同样 通过无套利定价原理 也就是说 期货的价格不可能 偏离现货价格太延 中间有个耶稣 这就是期货是个衍生品 衍生品什么叫衍生品呢 衍生品的意思是 价格依赖其他资产 这边就依赖现货 所以呢套法比例的计算呢 不是计算他们的相关系数 而是计算他们的定价耶稣 那定价耶稣呢 就是转化成一个概念 叫持有成本 只要把持有成本预测 它的定价跟那些关系就有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呢 回到金融的问题本身来 而不是去扩展偏离人的方向 什么用联系合约 因为那数据量不够 然后呢 那个那个 只考虑的是期货跟现货的 这个这个相关关系 那从统以上来说 实际上这个期货跟现货的价格运动呢 可能是不平稳的 如果期货是平稳的话 现货呢 就不平稳 因为他们之间有个 其他一些列载的联系 会现象的一些耶稣联系 那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这边呢 我们有些评论 在这边 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呢 是让其后的套法理论呢 回复到金融学的花园地 回到他本来的 本来的问题是什么 恢复其后合约的衍生品面目 就是因为其货合约是衍生品 其价格是现货价格的函数 才被用来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 才过建整组和套法来规避风险 而不是我们只用 一上去就采用统计的方法 然后在统计的方法上呢 越搞越复杂 最后呢 偏离了这个问题的本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